那麼當中使用了搜水油的 網路蔥油餅名店光頭呂 被重罰了500萬之後 仍然持續規避稽查 新北市衛生局也再度開出了 一張300萬元的罰單 總計800萬 創下了單一店家 被開罰的最高紀錄 強罐使用搜水油被罰了5000萬元 有19家問題廠商沒有被查出 現在又發現了新曝光的業者 新北市衛生局表示 9號上午接獲了原家企業公司 主動通報 今年1月向網路名店光頭呂 進了7001公斤的蔥抓餅 分別經由三家子公司出貨 目前已經賣出了6300多公斤 這算是在網路上去做 蔥抓餅的一個販售 那目前據我們所了解 這個原家公司呢 他也在他們公司的官網 就是有提醒消費者 只要是有從他們公司 這邊購買到的這個蔥抓餅 都可以向他們公司申請退貨 原家企業主動通報不用被罰 反觀光頭呂明明有出貨全知情不報 被加罰了300萬元 加上星期一的500萬 總共已經被新北市衛生局 重罰了800萬元 另外虎牌米粉 玉國蘑菇醬 以及奇美的鮮肉包 原本預計要在9月底 進入新北市國中小學 所幸即時發現使用到黑心油 才沒有危害更多小朋友 搜水油事件像滾雪球一樣越滾越大 每天都有新場報出來 民眾真的很想問 到底什麼時候才能吃得安心 記者王主任 周婷宇 新北採訪報導 欠 verkligen 中一 馬電廚 中的 警察 警察